真的是OK啦 没问题啊 安全气囊爆开 挡风玻璃碎裂 台南酒驾女开车撞死妇人 第一时间肇事驾驶竟然不是关心伤者 反而是自拍影片引起公愤 警方荷枪实弹冲进门攻坚 逮捕炸七集团 未来这些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 判决方式将会有大更动 科技进步就连判决书也要敢流行 现在这种传统的版本 未来有可能会走入历史 司法院将会推出自动宣承系统 透过AI来写判决书 目前将会先事办 救驾跟炸七 以往的判决书虽然部分罪行已经有固定格式 但从最后一庭到宣判 可能还是要花费量周到两个月才会完成 但宣承是AI产生的判决书草稿 除了可以一键生成 内容还包含更多细节 像是起诉书的犯罪事实以及判决理由 有助于法官更快速的完成判决书撰写 电脑那个是不是真的有了解案件的内容 或者是它的用字是不是真的符合法的规定 可能有点争议 法官利用AI来处理判决 有助于降低法官的工作量 但要留意法官就事实的认定 证据取舍以及量刑标准是否被剥夺 否则有可能侵害法官独立审判的原则 原先该是透过法官的法律专业 及实际感受来进行司法判决 AI化之后难免让人不放心 就怕冰冷的机器人无法给出最适当的判断 未来能否全面取代法官亲自撰写 恐怕还要再多加演绎 这是我们曹文雅公雅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